8birds武工 今天跟大家介紹幾本的研究聖經 或者叫作工具聖經 其实圣经是圣经,当然很多不同的版本 但由于要帮助不同的人去研究圣经的话 于是出版社就编制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圣经 有些专业给一对夫妇用的 有些专业给你灵修用的 有些专业给小孩上主学用的 今天跟大家介绍有四本,实际是两本 这四本的圣经都是与圣经的背景有关 意思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到底圣经背景是怎样的呢? 这四本圣经是其中要介绍给大家 为什么我说介绍两本有四本呢? 这两本就一样的 这本就叫做《圣经生活与历史时代》 《资料圣经》 但它里面的资料就不多 这本叫做《图解研究圣经》 但它里面的图片又不多 但这两本就好些了 这两本里面是什么呢? 这个是叫做《年代研究圣经》 这个叫《考古研究圣经》 顾名思义之是说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它就几乎每一个重要时刻的历史 是在哪个时代发生的呢? 那个时代是怎样的呢? 它就在这个书卷里面有很多这类的资料 那所以呢 譬如《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它出现了有很多历史的年表 将那个时代是在哪段日子发生呢? 它告诉你 这个是有个好处 另外这本呢 就是四本当中我最大力推荐的了 这本叫做《考古研究圣经》 顾名思义 它有很多考古资料 你说是否每一支经文都要考古? 那当然不是 但是呢 去到重要的地方 它就是会有这个考古资料提供给你的 那所以呢 跟很多的圣经的地方 圣经的风俗 所发生的事件 那它都会出现了有不同的一些短物 那这些短物呢 分了类的 那正如我所说 有些是考古类 有些是当时生活类 有些原来是宗教类 它会分了给你的 那所以呢 它整本里面都有很多这些的资料 我相信有大概2000篇的这样的短文 那而每个短文呢 都是有一些图片呢 或者上面图表呢 放在其中 那所以呢 我觉得这本书 在四本里面 你如果只得买一本的 那你就买这本 如果你说我够钱买两本 就买这本 那两本呢 不买呢 没什么损失 好了 买了这本的时候 有什么好处呢 那原来这本书呢 它除了你只看下去 它找到 那它后面呢 就有很好的目录 那那个目录呢 可以有经文去索引 亦都是有用那个 特别专题去索引 那所以呢 譬如你说 但这个地方呢 即是但之派 他们搬去那个地方 那哪篇文章有但啊 那这样 那它就列了给你 你就去找那几篇了 那当我记得呢 我写那本叫做 考古涉猎的时候 那有47个很重要的 考古的文物发现 其中我也有参考 这一本的研究圣经 将一些考古资料都抽出来 那它除了有一些短文之外 有一些详细一点 那到了特别的大的专题 它可能不止一篇的蝙蝠来报导 可能超过一篇 甚至超过一段 那所以呢 好似出埃及的是几时啊 那样 有很多个看法 每个看法一篇 那到底出埃及去的西乃山是哪里啊 那又不止一篇 那到底耶利哥考古 都发现到不同地方 说是有耶利哥成的 不同的理论 又各一篇 所以它重要的时候 是超过一篇的记载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 有机会买这本圣经来看 加上记得留意后面的目录 帮助我们的读圣经很多的